他骂小三头黑黑 饭背鸡 妈妈小一姐 爱情是否就要像他们这样子 勾勾的 她被一名已婚的70岁五姓老翁 10年前因交集应酬 认识一名30多岁的房姓女子 两人开始交往 形影不离 某次她带着朋友到阿公店消费 也带着女子作陪 结果女子不爽小姐们 黏着她讨小费 直接在店内翻桌 而两人爱得太狂 有次争执时 她被女子丢摇空气 她竟愤儿打人 隔年女子打电话找不到她 得知她因病住院 竟冲到医院赏她巴掌 两人从此爱人变仇人 不仅申请保护令 还护告伤害等罪 不料两人去年开庭时 在法院门口渡到 老翁又骂女子 生子气长得丑 结果反遭回呛 老翁气炸了 愤儿再告女子诽谤 而老翁的老婆 得知老公有小三 也加入战局 怒告女子通奸 检方正办后 7日就一通奸 诽谤等罪 急速证明黄金女子 动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